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很多汽车也是在那个时代开创了先河 意义非凡 今日有位美国小伙就发现了一辆跑车 距离今天已经53年 车身完好无损 发在网上后被高价买走 捷豹的车型都是十分漂亮的 虽然在国内市场并不多见 但是不可否认 捷豹也是豪车系列里不可多得的猛将 这位美国小伙也是在自己乡下老屋的仓库 发现了跑车 全身布满灰尘 可以看出已经在这里停靠了很久 这款车是捷豹E-Type 是1964年生产的车型 这辆跑车的造型在当时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现在很多豪车也会有这样的造型元素 超长的车头将车身在视觉上无限延长 很有攻击性 前方投圆形的进气格栅 在当时是走在时尚前沿的 车灯是圆形的 带有玻璃灯罩的设计 保湿捷跑车很多车灯和它类似 线条的弧度特别优雅圆润 从侧面看就是一条准备跳跃的蓝金 尾部微微往上翘的设计放在今天也是魅力十足 难怪被称为经典造型 这款车是性能车 充分借鉴赛车的性能 在动力上表现不凡 刹车是磐式刹车 在当时是最顶端的刹车技术 搭载3.8升直列6缸发动机 最大马力265 百公里加速只需7.1秒 这样一台53年的经典车 收藏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据说这位小伙儿把照片传到网上没多久 就被人花高价买走了